哑巴妻子遭受家暴 嘴中酿成惨剧 本期怪叔叔带来电影 《寒山》 在破旧不堪的屋内 有一个女人正坐在灶台前 辛勤劳作 这时 一个男人房屋门关上 一把将女人拖到床上 摁着她的头部 任凭怎么挣扎都没用 过了取久 两人才缓缓从房中走了出来 她抱过女孩手中 正在啼哭的婴儿 女孩管男人叫爹 她将手中的红果递给了爹 让她到山中为自己摘取 男人也很听从女孩的话 不一会儿功夫 就独自前往山中 寻找红果的位置 当她想上前摘取时 山中却传来雷管爆炸的声音 男人的邻居寒冲 听到后高兴坏了 以为炸中了野味 可没想到走近一看 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 发现那个男人 正奄奄一息的躺在那里 村中的人很快被这响声所惊动 纷纷跑去查看情况 寒冲背着男人回了家 村民们都炸开了锅 女人是个哑巴 站在旁边不哭不闹 女孩刚想走上去 接过男人手中的红果 却被哑巴一把拉了回来 男人似乎看明白了什么 拿起身旁的斧头 向哑巴砸去 不久 村中德高望重的齐六老爷被请来了 当他上前仔细查看男人时 男人已经断了气 哑巴见此发了疯似的 将所有的人赶出门外 为了不让这件事继续向外扩传 齐六老爷让所有村民都散去 留下村干部一行人 讨论这件事情该如何解决 最终商量结果出来了 齐六老爷让韩冲爹 先拿出自己的棺材给男人下葬 韩冲爹气不打一出来 拿着棍子冲出去 就往韩冲身上打去 他气得牙痒痒 事情都是应对山上寡妇 秦花惹的祸 两人每日都会在山的对头 互相喊话 到山上打野味 也是秦花的提议 却不了 因此炸死了到山间 采红果的男人 到了第二天一早 村中的人们都开始 张罗男人的葬礼 哑巴则静静地站在一旁观望 直到男人下葬后 哑巴才将所有的情绪 都发泄出来 大家都以为 他失去了男人而伤心 村中的女人 以为他在哭丧 也纷纷落下了泪水 哑巴见此情况 没有更加悲伤 反而捂着嘴笑了 安葬完男人后 几个村干部又聚集在一起 开始商讨 赔偿哑巴一家人的赔偿问题 韩冲为了能够将这件事情 早早了去 直接问哑巴 需要多少赔偿金 还说 最好是能够一次性说亲 这样才不会耽误到 他讨媳妇 这话一出 把旁边的哑巴都笑了 只见他笑着 拿起一旁的毛笔 端端正正地 写出一笔好字 上面写道 红霞不要 众人才明白 眼前的人叫红霞 同时 也被他的举动所疑惑 都以为红霞 已经神志不清了 在商量过后 最终决定 让韩冲先照顾 他们母女三人的饮食起居 等红霞把赔偿金额 确定下来 再做定夺 晚上 红霞将屋内男人 用过的东西烧了 韩冲经过一夜时间 也想通了 他提着蔬菜和水果 来到红霞家中 开始照顾他们一家人 韩冲看见红霞 正在煮食发美的馒头 二话不说 直接将其丢掉 眼见一堆未批的木柴 韩冲拿起斧子 为他劈柴 韩冲爹知道 这事和秦花逃不了关系 便让韩冲向他借钱去 可没想到 当秦花听到韩冲向他借钱时 却翻脸不认人 韩冲这才认清秦花的面目 也对他死了心 韩冲拿不出钱 只能更加细心照料红霞一家人 日复一日 两人也越走越近 红霞会时不时地来到韩冲家 为韩冲缝衣服 家中的韩冲爹 为了能够还上钱 在村中给韩冲寻得了一门亲事 那个人能够一下子拿出两万元 当韩冲细问这个女的情况时 发现对方是个傻子 韩冲立马不同意 韩冲爹对此非常的生气 他斥责着韩冲说 能有人能够为他还上这笔债 你就知足吧 这话一出 正好被屋外的红霞听得清清楚楚 他赶忙回到家中 翻箱倒柜地寻找那份契约条 摊开摆在韩冲爹面前 用手指了指韩冲 再用手指了指自己 这下子韩冲爹也明白了红霞的意思 韩冲爹没再多说话 而是让韩冲在傻子与红霞之间 自己选一个人吧 就在两个人的关系慢慢确定下来时 秦花却找上门来 想为韩冲还清两万元给红霞 但韩冲自从那次之后 以看清秦花的为人 直接拒绝了 悲剧的秦花哪能那么轻易放过韩冲 正巧在离开的时候 听见有人正在谈论红霞的男人 曾经是个杀人犯 他将这个消息散播出去 很快一传十 十传百 整个村子都传开了 韩冲带着红霞到山上游玩 我不经意间红霞记起之前往事 他曾是个千金小姐 这天正好跟奶奶一起到大街上逛花灯 不幸的事也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他与奶奶走散 正好被人贩子盯上抓了起来 人贩子直接将他卖给了现在的男人 就在当晚 男人却在他面前杀了人 为了不让这件事暴露出去 男人对红霞下了手 让他今后不再说话 从山上回来的两人 看见村民们都听了这件事围了过来 纷纷想让红霞搬离这个村 不要抹黑了这个村子 韩冲站出来为红霞说话 说男人是他炸死的 责任他一个人来承担 他自己会去自首的 到了夜里 韩冲安慰父亲 说自己去自首 一定会得到宽大处理的 随后 还给红霞家中送去米和面 让他在这段离开的时间中 能够自己照顾好自己 到了第二天一早 韩冲刚想踏出家门 准备去自首 却被村中的人们扒围上来 不让他去自首 因为一旦韩冲去自首 他们村就会有污点 就会坏了整个村的名声 女人们则去威逼红霞 让他早早离开这个村 甚至有人上去打了红霞 韩冲气不过 立马上前将红霞护在身后 这时 山谷中传来警笛声 是老村长和韩冲爹 坐着警车回来了 韩冲一步步地走上前去 亲吻了一下红霞 就被手铐铐上 带着警察去查看现场 到了现场时 只见红霞举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道 人是他杀的 韩冲看见跑上前去 将那张纸条吞下 问 为何要把这件事说出来 红霞回到屋内写下口供 说那天在山上 看见韩冲正在埋雷管 砸野味 而旁边就有一颗红果树 他拾取其中一颗红果 带回家中给女儿 让女儿怂恿男人 前去摘去 结果 刚好死于韩冲的雷管之下 红霞跪在韩冲爹面前 请求他能够照顾好 他的两个孩子 后来 红霞被带上警车 韩冲无罪释放 他冲上前 追赶着警车 直到没力气 瘫倒在地上 当没有涉及到 自己利益的时候 村民都还是朴实的 当红霞承认自己 杀人之后 却有着不一样的反转 更让人吃惊的是 被压迫的女性 最终做出 属于自己的反抗 所谓的压迫越深 反抗就会越剧烈 总的来说 这是一部悲剧 一部映射恶人仇恶 与弱者无奈的爱情悲剧 值得小伙伴们一看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 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记动动你的双手 我们下期 再见